第25题 由于汽车由禁止出发 全程5秒皆做等加速度运动如右图 若0到1秒时车子行进的位移为10公尺 则1大2秒间车子的位移为多少公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多 有人会记得一些特殊的性质 有人会用数学相似三角形的方法去比 或者带一些公式就可以简单的算出来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用老师上课喜欢用的图解的方法来 按部就班不做任何投机取缴的方式来解题 那么题目上说我们的1秒钟的位移呢是10公尺 VT图的面积代表位移 所以呢我们的底乘以高除以2会等于10公尺 所以我们的速度呢是20 所以1秒的速度是20 于是我们就可以求出加速度 加速度是花多少时间 有多大的速度改变 0秒的时候速度是0 1秒的时候速度是20 所以我们的加速度就是20公尺秒平方 这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他的加速度一直都是维持20 然后等到我们到2秒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又会是多少呢 那么因为我们做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加速度是花多少时间 有多大的速度改变 0秒的时候是0 2秒的时候速度不知道加速度是要20 所以呢2秒速度是40 所以这个就速度就是40 那么我们1到2秒的位移 那这边就是这里的T形 那或者呢你可以用大的三角形 去扣掉这个小的三角形 那也是一样1到2秒的位移 那如果我们用T形做的话 那我们的上底加上下底乘以高 高是1秒钟 然后除以2 所以呢就是60除以2就是30 所以呢我们的位移就是30公尺 第25提问 则在1到2秒间 车子的位移为多少公尺 我们答案选择是C 30公尺